新北市的警方凌晨执行巡逻的勤务 结果发现有一名男子心机可疑上前盘查 没想到这个男子立刻骑车落跑了 警方追上去之后双方就在街头扭打 过程当中嫌犯还把机车给推倒 导致远警右脚烫伤 最后嫌犯被压制在地 清查之下才发现原来他身上藏有了一把枪跟五发子弹 你找我 你找我 好不容易顺利压制嫌犯 在无线电请求警力支援 等到巡逻警网一涌而上 确定现场没有安全顾虑 这才发现有警察受伤了 连警察也敢乱撞 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原来巡逻远警执行时 意外发现他行机可疑 上前盘查竟然加速逃逸 警方当然不能放过 没想到对方竟然把机车当成了攻击武器 清查之下才发现原来这米理性男子正被通气中 难怪看到警察就要跑 在过程中他可能跟我有扭打 扭打的过程中 机车有压到我本身身体 幸好只是轻伤 包扎之后没有大碍 事后也在他机车里面搜出毒品和一把改造手枪 还好支援警力来得快 没有让嫌犯有拿枪的机会 就把人逮捕回安